研究人員最近發現 安卓手機設備當中 存在一個重大安全漏洞 駭客只需要利用一條 含有圖片的短信息 就可以侵入到 用戶的手機的系統當中 有近10億的安卓手機 都可能受到了 這個安全漏洞的影響 根據了解 當駭客向安卓手機 發出短信息之後 手機使用者甚至都不需要 查看信息 駭客就可以侵入 手機使用者的系統中 並且完全地操控手機 而手機使用者 在此過程當中 完全不會察覺 手機有異常的情況 在過去5年中 出產的安卓手機 都可能受到 這個安全漏洞的影響 而這可能成為 有史以來波及面 最大的手機安全漏洞 最初發現這個漏洞的 網路安全公司 Zimperium表示 他們在3個月前 發現了這個問題 並且向谷歌公司 負責安卓系統研發的人員匯報 但谷歌卻一直沒有採取行動 不過谷歌聲稱 他們已經向使用 安卓系統的手機製造商 通知了解決問題的方案 但用戶手機上的安全漏洞 是否已經被修補 目前尚不得而知 好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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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疑